有一种中国传统武术的感觉 好了 练练扭腰的感觉 扭腰 腰带动手臂转 拉这个 不是手去跑啊 手不要来回来拉着跑 一定要转腰 时间啊 结网的时候呢 新手学撒网的时候呢 圈圈尽量不要抖这么圆 抖这么圆越是抖得窄啊 你剪下面越不好剪 剪斜面越不好剪啊 等会儿呢 我示范一下子 我们新手学撒网的时候呢 怎么样子剪斜面好剪 剪的时候呢 一边剪一边往后拉啊 你的网剪的这斜面啊 就不对了啊 因为如果右边的网 你不往后拉 你光把这手指往上剪 剪出来的网 到时候还是平头 手一松了 它还是平的啊 说说在这个 一定要一边剪面往后拉 一边剪面往后拉 来当网了 当网了 当网和撒网看看来 左手拖哪里 左手拖VX的上方 你这一提起来又忘记了 拖VX的上方 往前推 手腕用力荡起来 往回拉 那这个呢 就是动作差太多 好了 我把我的细节再跟你说一下 这来说呢 你人啊 不要让它转转一下 手在中间 第二个呢 是吧 那兴手结枉的时候 来 这往稍微撞一拉 这往它基本上变成一个平面了 来 看 夹住两三刀往后一拉 再夹住两三刀一拉 这么小的网 稍微两三刀一拉一拉 马上就拉完了 剪的时候呢 尽量中指往骨口里面拨 骨口一排 把它线子夹住 食指呢 食指不要难回动这样的勾 难回动勾 你把它骨口松的大 这往线子它就容易掉 这样子就是中指 食指拇指 稍微配合一下 把这口打开 最后呢 两三刀 最后两个刀 手指都一挑 把它握在手里边 握在手里边 然后呢 把这底缸 领头缸 放在骨口里边 放到最后边去 右手都往 不要离地 在网拿起来之前 坠子不要离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新手朋友 学撒网的时候呢 坠子拿着 拿着提 低流啊 老是乱 乱的是不好撒 我们现在目的要求 就是它不乱 然后呢 把这左手啊 这个张开 然后呢 搭在这个网上边 搭好以后 网上一提 一翻过来 这网非常整齐 因为我们新手 学撒网的人呢 就怕网乱卷 他动作 所以说我们 平时撒网 你不要着急 把这网拿在手里面 什么使劲扔 把这网垂在面前 手腕呢 六位弯曲 手腕六位弯曲 把这瓶子 往往一摆 轻轻地用力 用手腕的 用力看到没有 当这瓶子 挂一往后摆的时候 我把手腕再用下力 一摆就往里摆起来了 坠子就摆起来了 那时候我现在 把这网摆得俗多 更大怎么办 轻轻一摆 手腕动 手臂动 这样子配合样 整个网就配合起来了 有一种中国传统武术的感觉 好了 练练扭腰的感觉 扭腰 腰带动手臂转 拉这个 不是手去跑啊 手不要来回来拉着跑 一定要转腰 因为这撒网的时候啊 扭腰拉下面啊 对吧 这感觉怎么找 好 哎 那拉绷紧了 好了 啊 啊 这样子找这感觉 那手的这样 随便去的 啊 啊 拉住了啊 那 看到吧 扭腰的时候 你手边腿得站稳了 哎 扭腰和胯 腿大腿和这 腰啊 这地方啊 哎 扭往后拉 往后拉 因为这个撒网的时候呢 你不由自主啊 老是用手去扔 你找到这种 哎 腰转弄 拉这个东西的感觉 找到这个感觉 找到这个感觉 以后呢 你就明白啊 腰和手的配合 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哈哈 可以的 稍微 谢谢大家